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兵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三百六十集圣旨到 光宗耀祖 婶婶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心说年儿金榜提名 也得是个把个月以后的事了 等侄儿露出臭屁的表情 她才意识到侄儿在吹嘘 婶婶美眸一番撇着嘴 咱们大郎是加官进爵了是吗 一开口就知道是老阴阳婶了 我听街坊邻居说 只有读书人才能位居庙堂 你呀再怎么升官 也只是个打耕人 虽然婶婶渐渐地解开了心结 不像以前那样怨念深重 但是在侄儿和儿子 谁更有出息这个话题上 婶婶觉得自己是要坚守原则的 她不像丈夫许平志 儿子侄儿都是许家的仔 养在家里二十年 和亲儿子没啥区别 婶婶又看不惯 许其爱耀武扬威的姿态 时不时的还在她面前嘚瑟一下 一点都不把她这个婶婶 放心里边尊重 所以呢 二郎一定要比大郎有出息 这样婶婶在侄儿面前 才能直起腰来 许其爱斜着眼 嗯 婶婶不信啊 我信啊 升官而已 婶婶蛮不在乎的说道 前阵子许二叔也升官了 从外城调到内城 有了一片固定的巡逻区域 那片区域都是富户 他们为了家宅安宁 会花钱孝敬负责周遭安全的预刀位 大好关系 所以呢 二叔最近私房钱特别的多 被收缴了五十两银子 他仍有银子可以去教方司耍 当然 许二叔其实从不主动去教方司 毕竟 教方司的姑娘与婶婶差的太远 但凡是在教方司过夜 那都是因为同僚之间的应酬 反而是许大郎和许二郎到了申公报的年纪 且未曾娶妻 才会主动去教方司排解压力 许其安沉生说道 不是升官 是 风诀 谁人被逗笑了 花枝乱颤 娇媚动人 嗨 别瞎说 许二叔摆摆手没好气的说道 二叔我当年在山海关陷阵杀敌 从南杀到北 从北杀到南 杀得浑身欲血 就这 距离风诀都还差一点 从南杀到北 从北杀到南 二叔 你这胳膊不酸吗 许前在心里吐槽 许新年摇摇头 风诀事关重大 大风最后一次风诀 还是二十年前的山海关战役 如今四海成平 哪来的战功给你风诀 风诀不一定要战功啊 许其安摸了摸小豆丁的脑袋瓜子 对不对啊 领依 小豆丁不理他 小嘴贴着碗颜 吃溜吃溜的喝着粥 行了行了 你几斤几两 沈参还不知道吗 沈参嗤笑了一声 你今儿不休目的话 就赶紧去衙门吧 某时都过了 也别耽误你二叔应某 光要门没的事 大郎你就别操心了 今年春围之后 咱们许家就出一位进士了 到时候啊 在家里摆宴 请族人过来吃一顿 春围还没开始呢 沈参已经骄傲了起来 妈的 这才是我要的开局啊 二叔是个偏心的 沈参是个刻薄的 堂弟是读书人 但绰绰打压我 一个妹妹看不起我 另一个妹妹抢我吃的 然后战神归来 强势风诀 把书沈一家赶出去 住狗窝 许晶安想着想着 觉得还蛮爽的 许二叔重新抱起头盔 点点头 时候不早了 我得赶去硬麻了 风诀的事呢 他自动忽略了 全当是侄二的玩笑话 许家要是能出一位熏鬼 那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哪怕二郎金榜提名 近日是吉地 也不可能与大郎比肩 就在这时呢 许平志看见门房老张 步履匆匆的飞奔而来 那慌张的表情 好像后头有大虫追杀似的 老爷 有圣旨啊 门房老张 结结巴巴的激动开口 省了 许平志没听清 圣旨啊 什么旨 许二郎没听清 圣旨 风诀的圣旨 许清安看了一眼 目光呆滞的婶婶 推着二叔往外走 陛下的圣旨来了 昨日扶飞案结束 委员就与他说过 内阁已经拟好风诀的圣旨 就定在今日 许平志从内院走到外院 就像走过了大半个人生 此刻的心情很复杂 忐忑 激动 犹豫 畏惧 类似的感觉他经历过一次 那就是在新婚之夜 远远的 看见一个穿蟒袍的太监站在院中 一列披甲侍卫分立两侧 那位太监手里握着一卷 绣着五爪金龙的皇仇圣旨 碰碰碰的 许平志听见了自己雷鼓般的心跳声 见正主过来 船指的太监缓缓的展开圣旨 朗声说道 铜罗许七安接旨 二叔率先跪下 然后拉扯着许七安一起跪 许二叔用力瞪了侄儿一眼 圣旨当前这小子竟还跪得不清不愿 铜罗许七安在 太监汉首朗声说道 奉天承运皇帝 赤曰 朕为志士以文堪乱 以武而军 率荣将时 朝廷之砥柱 国家之干成也 许七安连破其案 于云州斩杀叛军两百人 听到斩杀叛军两百人 许七安愣了一下 我转敌数千人的呀 怎么变成两百人了 接着 才恍然大悟是 牛逼吹得太多了 吹得自己都相信了 特封许七安为常乐县子 赐粮田三十青 黄金五百两 青子 谢陛下龙恩 许七安高喊了一声口号 起身接旨 恭喜了许大人 哦 是许县子 莽袍太监笑眯眯的说道 多谢公公 许七安接过圣旨 顺势递过去一张百两银票 等莽袍太监带着侍卫走了 许二叔匹手夺过圣旨 反反复复看了半天 明明是大字不识几个 却看得非常认真 看着看着 许二叔的眼眶红了 疯绝了 疯绝了 我许家出了一位子绝 他捧着圣旨 奔回后院大喊道 夫人 快 写信给许氏族人 许家出了一位子绝啊 我要大白宴席 白三天三夜 许七安抱起圆景地 赐得一箱子黄金和填起 偷摸摸的回房间去了 二叔傻不拉几的 圣旨哪有金子重要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